哈囉各位好我是蘋果bub 今天這一回分享兩種解離方法 好 先使用POL多邊形輸入3 然後用1邊長的方式 好給方向輸入120 再來呢 我用個小技巧 用測點模式 先選取然後進入測點 我輸入SC做 比例的縮放 然後呢先C複製一份 再換D基準點 好點幾個東西 再輸入.75 Enter.5 Enter.25 Enter 再來L畫線 焦點對不對 再把它炸開 DX做延伸 Enter 延伸 按下去不見 變成修剪 OK完成以上圖形 好再來 第二個 第二個呢使用的是我們的 極坐標 配合極坐標 鎖點 好這邊先看一下設定值我輸入SE 來這邊切換一下 極坐標我這邊增量角度呢設定為30度 鎖點與隔點我使用極坐標鎖點 那間距呢輸入10 確定 然後呢F9 開啟 鎖點模式 然後L畫線 120 然後呢這邊也是120就直接 根據鎖點 110 這邊呢100 90 80 70 開始 只要透過極坐標然後就可以透過鎖點方式啦 非常方便 也是快速完成 以上兩個方法跟各位做分享交流 我是蘋果爸 我們下回的分享再見 掰掰